这个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突然从阳台上离奇地掉了下来 虽然当时房间内只有她一个人 但警方却不认为这是一场自杀案件 阳台的门 所以案发的现场看上去就是一个密室 而 指纹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任何挣扎的痕迹 但一个抱着死者包裹的快递小哥的出现 让刑警队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一个打算自杀的人 怎么会在自杀的前一两天还在拼命网购呢 并且从邻居口中得知 死者是一个高位劫探的人 想要爬上一米二高的围栏 对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警局委任探员请 从死者的丈夫张磊口中得知 当晚他正在楼下捡回被风吹下来的衣服 正和邻居聊天 妻子就从楼上掉了下来 当他跑过去抱起妻子时 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并且当时段莉莉的婆婆 也在小区里面 当反婆婆看上去 却显得十分悲痛 他告诉警方 家里关系都一直挺好的 一直以来 他们对坐在轮椅上的儿媳的悉心照顾 都被邻居看在眼里 还多次被小区评为模范家庭 勤慢听后心想 如果二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难道段莉莉真的是自杀吗 可回到警局 法医检查了死者的上肢肌肉 发现死者靠自己的力量 是不可能独自爬上栏杆的 虽然在栏杆上发现的指纹 看上去很像攀爬形成的 但一般人抓握圆柱形物体留下的指纹 应该是十个才对 唯独两只手的拇指纹却不见了 所以法医怀疑这些指纹 是有人故意踏运上去的 得到线索后 勤慢再次来 于是他以协助调查为由 拜访了死者的邻居 这个女人是一个网红女主播 从他口中得知 昨晚他一直在直播 甚至送完男朋友上楼时 他也一直开着直播 当他打开屋子进来时 他的粉丝们说 探员阿佑根据女人开门的时间 查看了监控 果然发现有个男人案发前 曾出现在死者所住的楼层 经调查发现这个男人 是死者女儿的美术老师徐国良 也是死者大学时期的前男友 将徐国良带到审讯室后 他称昨晚自己只是去做家访 而家访的原因是因为 段莉莉九岁的女儿 竟然在交作业时 画了一幅很恐怖的画 这幅画上的三个人 指的 他在死者体内 发现一些抑郁药的成分 而他查询了死者的就诊记录 发现医生给他开的抗抑郁药 是另一种药 这就说明 有人把死者的抑郁药 谈话被一直对此案感兴趣的 刑侦教授木下听见了 他突然想到段莉莉的婆婆之前 是神经内科的主任 于是警方再次来到死者的家里 找到了他的丈夫和婆婆 可当情慢告诉他 警方已经发现 他偷偷换药的真相后 婆婆手中的书突然掉在了地上 木下来到警局的审讯室 婆婆只是承认自己换药的事实 她称段莉莉在坐上轮椅之后 性格大变 而她作为一个神经内科的主任 只是用合适的剂量 让她多一些睡眠而已 会议室里 木下看着案发时 阳台的照片感觉不对劲 在现场晾一架掉落的衣服 在大家疑惑这么小的刀片和案子 到底有什么关系时 木下突然想到 之前在阳台看到的那一道闪光 她好像已经猜到了凶手的作案手法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她根据位置 找到了闪光出现的屋子 屋子的主人是一个宅男 平时就是喜欢玩玩望远镜 木下问她的望远镜 一直指向着段莉莉的家里 是为什么 她称她发现那一家的男人很有意思 昨天下午一直 对着晾衣架的下方的空气画画 她话音刚落 木下又想起之前 在段莉莉家里的阳台上看到的钓鱼工具 还有门锁上制造密室的腰带 在结合屋内 桌上的晾衣架遥控器 然后她突然惊醒 转身告诉秦曼 可以去申请逮捕令了 她再次找到了段莉莉的丈夫张磊 张磊显然已经被警察的一次次拜访 搞得不耐烦了 木下称 这是最后一次找她了 张磊一听愣住了 木下转身拆穿了 她杀害段莉莉的过程 昨天晚上 她把吃下抗疫欲要后 陷入沉睡的段莉莉推倒阳台 然后利用高强度余线 记载 并固定好妻子 然后故意扔一件衣服 下楼制造自己去捡衣服的不在场证明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导致余线被冰块里面的刀片割断 制造出段莉莉自己坠落的假象 而她混在人群中第一时间抱住妻子 为的不是悲伤妻子身亡 而是趁机抽走流在段莉莉身上的那半段余线 而她杀死段莉莉的动机 正是因为这个扭曲的家庭 孩子画的画 还有桌上的那些照片 都说明段莉莉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 但她们是整个小区的模范家庭 所以一旦离婚并抛弃瘫痪的妻子 如果像她说的那样的话 自己是怎么从阳台出来的呢 夏木卿笑着称 这个步骤就更简单了 她只要把妻子睡衣上的腰带 事先系在门上 并用鱼线加在亮衣子上